《射雕英雄2》 現在開始 《射雕英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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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武林大會 當時我們也有五六十年歷史 有這樣的機會我們當然答應 《射雕英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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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樣去做呢 請金庸先生 蔡英雄先生 就會給我們一些題目 台北出了很多金庸先生的書 什麼叫做射雕英雄 你一定跟書有關係 你一定想到書上寫的就是 《二十四橋明月夜》 以前黃蓉就是 黃蓉就是藍花點滅手 捉了他 我也可以的 遲些等多十年八年 哈哈哈哈 最難的賽方面 首選就是《二十四橋明月夜》 這裏送的 《射雕英雄2》 《射雕英雄2》 變成他做的時間 是要將一隻火腿 在裡面 用藍花忽月手 挖了二十四個洞 挑回二十四個圓球 放回去 陷入洞裡 經過了幾個小時 去熬回去 做回那個豆腐 是給熊七公吃的 豆腐是沒有味道的 火腿又很鹹 又很硬 那時候想得都挺辛苦 結果方面 做出來的話 我們是做到的 這個送來講 金蓉先生都說 在這幾道送之中 這十到八道送之中 是給Viu姐 有些餐廳不肯 我們有研究 結果又成功了 這個是將它重現 這些是 又喜歡 有這樣的熱情的人 才肯做這些事 還有這樣的意識 還有這樣的好奇心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有一個好笑的故事 那個十一月 就是台灣當年 台北市市長競選 有三位知名人物 馬英九一位 陳水扁一位 另外一個新黨的叫做王建軒 大家英雄各具一方 根本來講 根本來就混不成 金蓉先生一個武林民主 一發了一個武林英雄 貼出去 收到的效果就是 當晚他們三位都會 勃勇去現場參加一齊 大家聚在那一台 當時傳媒界和一些讀者方面 覺得這個可能嗎 結果來講真是可能 當時來講就是蜂魔了台北 亦都來講大家一時的佳話 都傳了幾十年 不過是 賢詞 秋花